在西藏漫长的边防线上,驻守着两个先后被中央军委受称的戍边模范营,一个是驻守风雪要地的高原戍边模范营,港八营,一个是驻守天咸古地的墨托戍边模范营。 近年来,西藏军区注重发挥两个戍边模范营的引领作用,滋养官兵忠诚底色,激励官兵墙边故防。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场忠诚戍边卫国,喜营党的二十大主题分享交流活动,在西藏军区各个哨所点位,野外助训场同步展开。 首先通过视频要给我们分享戍边感悟的便是高原戍边模范营和墨托戍边模范营。 2016年8月,习主席亲自签署命令,授予我赢高原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 1962年,我们赢到前三部队进驻墨托。 60年来,部队历经多次调整。 两个戍边模范营,一个戍首平均海拔4800米的风雪药地, 一个驻守蚊虫瘴气肆虐的天咸古地。 不同的环境驻就了同样的忠诚。 官兵们讲述卫国戍边的感人故事, 畅谈奋斗强军的成长心得, 让线上聆听的每个人切身感受到了两个戍边模范营崇高的奉献精神。 他们忍受恶劣环境,忍受孤独寂寞, 在守护祖国神圣领土时的牺牲奉献精神, 让我们很受教育,也备受感动。 两个戍边模范营都是军区部队接续传承老西战精神, 扎根雪域高原, 忠诚魏国戍边的突出代表, 特别是习主席亲自为高原戍边模范营授称, 并给官兵们回信, 更是激励着我们每一名边防官兵, 在根絮红色血脉中, 断住绝对忠诚, 垂炼圣战本领。 学习先进典型, 汲取榜样力量, 主题视频分享交流活动结束后,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 又一次踏上原始森林中的巡逻路, 他们穿密林, 汤冰河, 翻峭壁, 往返一百余公里, 到达海拔4100米的点位。 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 精神的引领,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 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祖国的边防线, 践行起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榜样的力量, 精神的引领, 不仅淬炼了官兵听党指挥, 维护核心的绝对忠诚, 也抵立出高原官兵, 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 西藏军区部队广泛开展, 向高原戍边模范营, 莫托戍边模范营, 学习实践活动, 不断汇聚起扎根血域高原, 忠诚魏国戍边的磅礴力量。 一代一代官兵, 用忠诚奉献, 拟解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始终是激励我们, 抵立奋进的不决动力, 我们将以铁心向挡的盲枪刺成, 以扎根血域的实际行动, 以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